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够语言 今天是第18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过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错误处理 今天我给您讲解一下 够语言中的错误处理方式 咱们马上开始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够语言中错误的处理方式 该怎么做 是这样 不光在够语言当中 您学的任何语言都有错误处理方式 如果没有错误处理方式的话 一旦您的系统发生例外 您该怎么办呢 对吧 您会要自己定义一个错误处理方式 与其您自己定义 那么干什么 咱们不用系统规范好的错误处理方式呢 对不对 好 咱们先少许 马上进入今天的代码实战演习部分 咱们一上来 大家先看 一上来 package包 这个没错 然后import两个包 一个是format 一个是arrows 这个呢 是因为咱们先调用咱们够语言中内部的错误处理 所以说这地方咱们要引用一个edges包 好不好 ok 接下来 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我呢 在这个地方呢 给您定义了一个函数 它是干什么的 它就是抛错误的 是吧 怎么抛 是这样啊 这个函数 大家请看 它呢 接收一个nt型的数值 对吧 如果这个数值小于0的话 我认为你错了 对吧 我这函数只能处理大于等于0 对吧 ok 你小于0 那么我认为你是错误 我给您返回什么 大家请看 返回的接口是一个nt型 一个错误类型 怎么返回 如果您小于0 不管您是-1 -10 -100 都可以 我呢 首先给您返回一个-1 对吧 同时咱们要做错误处理 怎么处理 大家请看 用系统内部的edress.new 咱们new一个错误 然后呢 参数给上咱们错误的内容 好不好 错误的message 对吧 如果您传的参数 大于等于0 那么怎么办 大家请看 下面 我呢 就直接给您返回一个 您的数乘以2 然后错误的地方呢 咱们给上一个new 对吧 你没有任何错误 对吧 然后呢 咱们如果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咱们首先应该先判断 这个错误值 是不是等于new 如果不等于new的话呢 咱们再取真正的返回结果 这个呢 是一般错误处理函数的基本的调用方法 其实以前我给您做过这个http 咱们做爬虫的时候 咱们接受一个爬虫之后 不是马上就取里面内容 先判断有没有发生错误 如果没有发生错误的前提下 咱们再去取爬虫内容 对不对 其实这就是标准的错误处理方式 好不好 这是F1 然后呢 咱们下面先不讲 咱们先运行一下F1 看一下F1呢 输出一个什么结果 咱们怎么使用 好不好 OK 马上开始了 然后是这样 前几期我给您演示代码呢 都是使用Google Collab 因为我今天开始做视频 采用的是我的iMac 所以说今天演示 咱们用iMac的这个终端窗口 就这个地方 好不好 咱们开始 我nano键一个闷点够 然后拷贝上 咱们刚刚的代码F1 接下来再拷贝咱们的主函数 这个地方 对不对 OK 拷贝上 拷贝过来 好 咱们看一下 我在主函数中 首先调用F1 传入一个10 10是咱们正确 可以处理的指数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下面看到 应该是正常处理的结果 然后我再传一个-10 -10-100 都可以 它是错误的处理的路径 对吧 它会走错误处理的路径 咱们看一下 如果咱们传-10 返回的result和edr 都是什么内容 好 分别看一下 马上运行 我这存盘退出 稍等 好 咱们敲Go 软 闷 一挥车 大家注意看 大家请看 正常的时候 咱们传10 返回20 错误是NU 是空 没有问题吧 如果咱们传-10的时候 它给咱们返回的是-1 然后再给返回一个参数错误 对吧 这个是咱们够语言中 标准的错误处理方式 对吧 当然了 这种处理方式 您直接用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有很多的业务系统 咱们希望能够自己定制一些 咱们自己的错误 然后咱们定制一下 自己的输出格式 该怎么做 这个是今天咱们要讲的重点 咱们看一下 这地方 大家请看 在画面上方 叫做什么 定义一个错误的结构体 咱们要定义一个 您可以定义多个 都没有问题 是这样 您定义的结构体的里面的内容 都是没有限制的 您可以随便定义 都可以 好好 我今天定义了两个结构体的属性 一个是参数 您拿来什么值 我能保存一下 另外一个错误的信息 Message 您也可以定义更多 比如说客户IP地址 服务器IP地址 哪台数据库的服务器IP地址 都可以在这地方做详细的定义 今天为了简单 咱们就定义两个属性 OK 然后是这样 咱们定义完了结构体 因为咱们在构语言中 很少牵扯到类的概念 那么咱们就需要给结构体增加方法 我前几期给您讲过 如何给结构体增加方法 既然咱们要实现错误接口 实现通用的错误处理方式 那么咱们也应该给这个错误结构体增加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定义了一个结构体的错误处理函数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用的是Error 也就是说 我实现了系统内部的一个错误处理的接口 那么咱们通过给结构体 ArgueError 定义这么一个处理方式的话 以后咱们再打印这个结构体实例的时候 它就会默认读到这个Error括号 然后会把里面的值 作为咱们描述错误的信息 返回给调用端 好不好 这个是标准的错误接口的定义方法 如果说您对我这行代码看不懂的话 是因为 是因为您还没有看我前期的课程 咱们给如何给结构体增加一个方法 对不对 您看一下我前面的课程 就能够了解我这行代码的意义 OK 咱们通过这三行代码 给结构体 给这个错误结构体 咱们增加了一个标准的错误接口的方法 叫做Error括号 对吧 OK 接下来大家往下看 我再定义一个函数2 F2 这个里面大家注意看 还是同样的逻辑 如果您的参数小于0 我认为是错误 给您返回 但是注意 咱们实力化错误对象的时候 跟刚才就不一样了 刚才咱们使用系统内部的Error the new 然后传一个信息 对吧 现在不用了 现在咱们给咱们的错误对象 传入必要的值 一个是您传起来的参数 一个是错误信息 参数不能为负值 对吧 然后 这两个是咱们结构体必要的值 那么咱们在刚刚定义的这个 结构体错误函数中 会组织咱们输出的形式 该怎么输出 咱们马上看例子 其实大家请看 例子跟刚才的写法是完全的一样 仅仅是把刚才的F1变成F2 咱们用户调用时候 咱们写的时候 不用关心 你内部是不是用什么系统的结构体 还是用了咱们自己定义的错误结构体 不用管 咱们内部已经实现了这个错误接口 它就能够正确调用 好不好 咱们马上运行实验一下 我先把咱们错误的结构体 结构体的方法 以及咱们函数2 做一个拷贝 放到咱们的代码当中 然后咱们再考上一个函数F2的调用方式 咱们来看看 咱们如何应用咱们自己定义的错误结构体 好不好 拷贝过来 大家注意看 存盘退出 存盘退出 咱们先click清一下屏 然后go runman 大家注意看 大家请看 下面是咱们F2调用的结果 正常的输出和F1是完全的一样 错误输出 咱们大家注意看 返回的值是负1 为什么是负1 因为咱们在F2里面 硬性返回的负1 这没说的吗 对吧 OK 接下来是咱们要print 这个error对象 这个error对象 大家请看 这个格式 负10 然后一个横线 一个大于号 然后后面写上 参数不能为空 这个输出错误的信息 咱们可以自己定制 对吧 我呢 是怎么定制的呢 咱们刚才说了 NBA了 在这个地方 咱们定义了一个错误结构体的 错误 实现错误接口的一个输出的函数 这是标准的输出错误的接口 您只要实现这个函数的话 里面的内容 就是您自己可以定义错误输出的 各种各样的信息 好不好 这个地方呢 我是简单给您两个参数 可能您在做业务系统中 这个地方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信息 您都要干什么 不是说返回客户端啊 你把各种各样的系统信息 返回客户端是不对的 这东西是用于写错误日志的地方 对不对 您查询错误 这个系统出错出在哪 对吧 一般是要查询系统的错误日志 这些东西都是让您写错误 log的地方 好不好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讲解的 咱们够语言中 如何做错误处理的具体的使用方法 希望您能够听明白 同时呢 咱们还定义了自己的一个错误的结构体 好不好 OK 然后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参照一下吧 然后下面是我的官网 有兴趣的朋友 也希望您能够访问一下 好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